今天又是一期面包测评 德南面包法 这个是肉桂卷 我真的是太爱肉桂的味道了 它不是那种很松软的面包 很有嚼劲 透过包装就能闻得到很浓的肉桂香 应该会卷了一些 苹果丝吗 里边卷起来的地方是挺湿润的 苹果卷 我就是被这张图片吸引过去的 它这是很薄的一层一层的卷起来的 很松软 它不仅卷了苹果丁 还有葡萄干 外皮 为它湿润 很准 它这个面皮的部分是什么做法 这个口感挺好的 而且下辣巨足 碱水包 听说它像是天花板般的存在 棕红发亮 非常有嚼劲 说这种碱水包要在烤 水墙会在洁股里泡一点 所以不会像普通的面包发的那么大 外硬 里软 但它外团不是那种干净的 这个是巧克力卷 长得像梦红卷 然后中间还加了樱桃 因为有点巧克力 没有叉子 没有手法 我本来对一家 德式的扁刀房 面包发了那么大希望 对这个担当 但其实真的还挺好吃 巧克力它很浓 但它是那种甜的巧克力 也不是很苦的那种 中间的巧克力 奶油啊 加了樱桃啊 也会比较甜 我个人其实不爱吃黑色 就是不是很喜欢樱桃 这样的那个味道 嗯 蛋糕体也比较吃润 不错的 如果你们第一次去买 德南点包房的话 我建议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我今天买的这四款 都是我分了很多评价 然后选出来的 不错 没有采雷的 嗯 还有些饼干 还有那种大面包 就看你们能不能消耗的掉了 你们可以去打卡哦 拜拜